亞運女壘準決賽 中華隊隊上強敵日本 這場中華隊想要出奇之勝 讓林盈興擔任先發 結果日本第一棒山本優王左外野方向一掃 很深很遠 這是一隻首局首席拳雷打 日本一比零先持得點 中華隊先發林盈興 面對日本的強力打線頻頻出現危機 二局上半被連續三隻安打串連再下一城 到了三局上半還是無法壓制 何眼沒禮在壘上有人的情況下 敲出一隻安打再攻一分 也把林盈興打了下場 中華隊緊急改換強投中惠林上場 無奈仍然無法改變局面 這個穿越三遊防線的安打 左外野手撿鬧球 傳給內野手想要CUT已經來不及了 日本這個半局連得兩分 來到了4比0 日本隊不愧是女壘超級強拳 不僅打線火力全開 又有王牌投手上也有妻子強力壓制 主投四局只被敲出兩安 逼得中華隊始終無法攻佔上得臉圈 接著日本隊在五六局又分別各填一分 反觀中華隊一直到六局下半才出現得點圈有人的大好機會 可惜 李絲是一棒掃出去 被三類手籃下留下了殘壘 七局下半 中華隊最後的反攻機會 先後靠著黃慧文以及楊怡婷兩隻連續安打串連 總算打破了鴨蛋 只可惜之後攻勢無法延續 中華隊最終仍以1比6敗給日本 下一戰將出戰中國和菲律賓的勝方 如果贏球就可以殺進冠軍賽和日本增金 未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增長 semana arti 總